蔡英文传出将于12月底出席5月天的演唱会 道内不禁担心5月天会因此遭大陆封杀 据台湾中国时报10月31日报道 5月天成立20周年 原定从12月21日至明年1月4日 在台湾举行10场演唱会 后因为门票很快售庆 又宣布加开感谢场 有媒体披露称 蔡英文也要去看5月天演唱会 希望借此拉拢年轻选票 日前已通过幕僚与5月天所属唱片公司联系 让主办单位相当头痛 对此大陆国台办10月30日回应称 我们对待两岸交流 包括两岸文化艺术交流的态度和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台当局表示 并无此事 称5月天演唱会是台湾重要的演唱会盛事 但台当局过去未曾有过类似的讨论 也无此安排 5月天是1999年出道的台湾乐团 由主唱阿信 团长及吉他手怪兽 吉他手石头 被子手马鲨和鼓手冠右五人组成 多次入围并夺得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 台媒称 虽然民进党当局否认 但5月天还是莫名其妙躺枪 不少岛内网友心疼偶像 批评政治选举的黑手伸进演艺圈 身为一个总统 不知道什么举动会给人带来困扰吗 连5月天都不放过 台湾艺术大学广电系教授赖祥未称 艺术工作者大多不希望沾上政治 这则新闻曝光几乎等于强迫5月天表态战队 对所有表演工作者来说 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让人不得不怀疑 背后是一种议题炒作 北京联合大学台研究院副院长李振广 接受台媒采访时称 目前两岸民间情绪高涨 作为一个艺人 观众是衣食父母 也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 在两岸政治问题上的敏感度要高 必须甚至有甚 有台媒10月31日提醒称 去年8月蔡英文过境美国洛杉矶时 突然拐进当地85度C咖啡店 让该公司被惯赏台独企业 市值蒸发504亿元新台币 网宝称 最近两岸政治越来越敏感 虽然大陆没有任何风杀举动 但只要两岸政治有什么风吹草动 都会对在大陆打拼的台湾影视人员造成影响 文章说 曾发生过的事件 已让大陆影视业者及投资商心生警惕 毕竟每部戏剧 电影的成本 都是3000万元人民币起跳 挑选主创团队 获选决时都有许多考虑